弟兄姊妹平安 请我们用祈祷继续来敬拜神 请我们一起来低头 主啊 我进入了你的同在当中 求创造我的阿爸父神 救赎我的主耶稣基督 改变我的圣灵 和我来到祂相遇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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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今天的主日清神 弟兄姊妹都是用心灵圣实来敬拜三一真实 神下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门堂中 我要向神来到认罪 将我冒犯神 得罪人的我 都躺开 放在十字架的前面 求主耶稣基督你的补血遮盖我的罪恶 让我能够口洁心清 肯然无惧 来到施恩宝座前面代求 首先为新冠状病毒在世界各地的疫情祷告 疫情依然是严重 求神联敏 求神来到医治大地 特别学校开课 求神让有权做决策的人 在接受教育身体健康两方面 可以拿到最好的平衡点 虽然洪水泛滥 神阿里依然坐着为我 深信神在最适当的时候 疫苗会被发现 广泛使用 我们为教会不同的事工献上代求 感谢神在上星期日下午让教会 透过网络平台在线上顺利进行 这个教会年度事务会议作出合神心意的决定 我们为教会的重开 愿意我们的英文堂 粤语堂 各语堂 都可以用教会的停车场进行户外的敬拜 主耶稣基督 你是教会的元首 你爱你的教会 甚至为教会写身 就让教会全体我们每一个的肢体 都连于我们的元首 主耶稣基督 主呀 火在这里 整差遗留 愿意我成为主的口去宣讲和平的福音 成为主的手去苦摸伤痛的心灵 成为主的脚叫万民都作主的门堂 纪念弟兄姊妹个别的需要 我们为了Pastor Gary和她的太太Kemi 他们马上开展在巴南亚教会的福事 求神赐下智慧 让夫妻二人成为当地成为华人教会的祝福 在这一段最困难的时期 有弟兄姊妹的爸爸妈妈离世 不能够陪伴在身边 有老人家在疗养院里面 因为孤单不想吃东西 体重不断下降 有需要去到医院进行手术 有患病要接受治疗 有寻找合适家户 神啊你是活神 求你拯救我们脱离各种不同的困境 求你保守看顾 免受一切的攻击 求你叫人的不好 都被扭转成为神的美好 愿我的盆石在各堂的崇拜 都被人称重尊熟 我要称重歌颂三一真神的命 为你治下救恩 施慈爱比 恩信而得称为的人 请我们一起来到背中 耶稣基督教导的主土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各降临 愿你的指已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进入私探 救我们脱离那恶者 将为各度团兵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 復活的主 得圣的名字来祈求他们 今后就恳请太兄姊妹 请你们真是留心 听陈世借牧 请陈牧师的讲道 讲道的经文是 以斯拉的九章一到十五节 讲道的题目是 一个痛心的祷告 请陈牧师 大家兄姊妹早晨 感谢神 我们又可以一起来诵币 可以一起来聆听神的信息 今天的信息是一个祈祷 一个很痛心的祈祷 因为说祈祷是一个温度计 就知道我们究竟关为什么 我们所关为的事 就可以为祈祷 所以祈祷是一个温度计 温度计 知不知道究竟我们心中所关为的事情 是什么 有些人说 教会究竟复兴不复兴 是看崇拜的人数 但是更加人说 其实不是 一个教会究竟复兴不复兴 是看祈祷会的人数 或者参加祈祷的人 用心祈祷的人 究竟有多少 你看 祈祷是这么重要的 但我们大家对祈祷都有真实 这个宿灵粗连 真是不容易的 今天我们要从以斯拉来学习 如何向神祈祷 我要提醒你 今天的信息有些沉重的 有些不容易听的 因为今天的信息是针对一些很具体的罪恶的问题 但是这个信息 就将以斯拉心中的思想 坦开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就看出他心中所关为的究竟是什么事 究竟是什么 今天我们首先来看 为神的子民的罪来忧伤 这是以斯拉的第一个反应 究竟他们的罪行是什么 做了什么 第一到第二节 如果你喜欢跟我一起读 这事做完了 众领袖来见我说 以色列民和祭司 并利美人 没有利绝加林人 客人 比利西人 耶布斯人 阿门人 摩鸭人 埃及人 阿摩利利人 仍效法这些各的民行可争的事 因他们为自己的儿子 取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 以至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各的民幻习 并且受领和官长 在这些事上为罪悔 各位大兄姊妹 以色列分到耶路撒冷 到现在为止 已经四个半月了 这四个半月他做到什么呢? 圣经没有记录 或者他去教导神的说话 去到不同的地方来访问不同的人 但是现在有些人就将他们很大的危机 带到以色列的面前 这个事情真的受到他们的心中有很大的震惊 他们的蜜月期很快就过去了 他们的问题是六十年之前 第一波回到以色列的 在所罗巴伯 在耶稣亚所带回来的那批 在回归的人当中 他们在信仰方面 已经是因为跟东地人通分 混习了他们的信仰 神很清楚地提醒他们去入迦南地的时候 千万不能跟东地人在婚姻上有任何的结亲 有任何的结合的问题 因为很怕他们受到东地人的影响 就陷入一种的 一种的 但兄姐妹 是什么事情使到这些回归的人 会到这种属灵的光景呢 我想有四方面的原因 第一 是因为大家都接受 越多人做就越合法就越合理 越多人做就越成为一个新的常态 你说是不是呢 第二 领袖是怎样 跟随者就是怎样 领袖都陷入这种的 和东地人结婚 结合 那些跟随的人呢 你就很能管他 他们都做的时候 你说不准做 那你呢 你做领袖呢 他呢 他是领袖 他怎么可以做 我不可以做呢 领袖一做 其他人就跟着 因为你根本守不住 这个的防线 守不住这个的原则 那个权威的线 就开始模糊不清 那个标准就开始妥协了 大家对自己的要求 就开始降低了 那种的文质的制度 就坏坏了 领袖做 大家都坚持了 开心 爸爸是怎样 儿子都是怎样 当父子都取外邦的女子为妻的时候 整个以色列人的家庭的基础 就破坏了 他们就没办法守住这个单纯 敬拜神的社会 来与神同行 但是第四方面最重要的大兄姐妹 最重要的问题是 他们这个圣洁的种类 分别为圣出来 属于神的子民 神的选民的以色列人 和东地的国民 还习了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他们和东地人 根本分不出 谁是神的选民 谁是东地人 已经混习在一起 全部混在一起 各位大兄姐妹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混合主义 英文叫做syncretism 就是妥协的意思 我要提醒你 这段经文 不是说不可以 和不同种族的人结婚 我们当中都有 在圣经当中 不同的领袖 他都取过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文化 不同种族的人为妻子 都有 这里所反对的 所警告的 是不同的信仰的人结合 因为他妥协了我们的信仰 特别是嘉南人的女子 他会叫他们到将来都走上这条路 究竟这个根基 这个根源是哪里所来的呢 各位大兄姐妹 这个根源是他们没有信靠神 他们或者觉得 东地人通通之后 比较方便 比较认识大家的文化 他们很熟悉大家的 他们有网络 大家做事就很方便 又容易成功 又可以很快 回到这个地方 就可以建立自己的事业 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他们反而没有信靠 那六十年前 将他们从波斯带回来 这位信实的神 他们就离弃了这个神 他们就开始过一种不信神 失信的一种生活 就有点像 他们的历史当中的所罗门王 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为妻之后 他守不住自己的信仰 后来就为那些外邦的女子 来建筑他们的妙遇 给他们来敬拜他们的神 他自己就慢慢妥协了他的信仰 为什么这个那么严重呢? 大家记得 婚姻不是一个男子 一个女子结合之后 成为一个婚姻 婚姻是两个家族的结合 是两种文化的结合 是两种传统的结合 是两种信仰的结合 因为要使得这个婚姻可以进行 可以圆满的话 大家一定要妥协 你让一步 我让一步 大家就可以成为夫妻了 信仰方面 他们就妥协了这个很严重的事情 以色列的心中有很大的忧伤 第三到第五节 第三到第五节 说我一听见这事 就撕裂衣服和爱袍 白了逃发和胡须 认为以色列的神言语正经的 都因这被努归回之人所犯的罪 醉疾到我借里来 我就经据幽满以坐 直到献满祭的时候 献满祭的时候 我起来心中仇富 穿着撕裂的衣袍 伤失跪下向耶和我的神 举手 祷告 各位大兄姐妹 你看到以色列的反应吗 以色列真的是 震惊到说不出话来 直到姿态语言表达出 他心中的忧虑 他心中的忧伤 他在神的面前都表达出 他的谦卑参求神 来帮助他们 这个以色列民所陷入的这种罪 这种大咬仗的罪当中 那批 因为耶和华的神的言语 正经的 他们很尊重神的言语 他们神的言语有很高超的 很高线的这种标准的人 他们就聚在跟以色列一起 和他们站在同一个正线 来面对这种偶像的罪恶的问题 各位大兄姐妹 当我们看到 以色列用这种的姿态语言 来表达出 他跪下来 他举手 来表达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戏剧化呢 为什么这么特别 或者表达得这么强烈出来呢 我想之下的原因就是 他很关心那些人的灵性 他真的关心 回归到耶路撒冷人的 他们的灵性和神的关怀 他关心到一个地步 他整个人就表达出 他这种很忧伤的事情 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很想问一下你 你最近为何事 你忧伤过 因为为何事 忧伤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就知道你心中 究竟关为什么事情 你所关为的事 你就会受到他的影响 情绪受他的影响 你或者会为他祈祷 最近你为何事 你忧伤 我希望我们是 神所忧伤的事 都成为我们所忧伤的事情 因为我们愿意走 如神同行 他所忧伤的事 都成为我们所忧伤的事情 神忧伤是什么事 当我们不悔改的时候 当我们很固质的时候 当我们违背神的时候 仍然住在罪中的时候 拜偶像的时候 或者很骄傲 置以为是的时候 或者带来一种不合一的情况的时候 或者不冷不热 或者失去了起初的爱的时候 这些事情 还加上其他其他的事 都是神心中所忧伤的 我真是希望神心中所忧伤的 都成为我们心中所忧伤的 当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人所犯的罪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以色列心中所发出 当我们忧伤的态度 就开始为他们祈祷的时候 在第六节到十五节 他为他们祈祷的时候 他的祈祷不断讲到他们的罪悦的问题 但是其实 整个焦点是神的恩典 所以第二点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神仍然以恩典来托着以色列文 托着他们 首先 他是他们的秘牢当中 神仍旧托着他们 在第六节到第九节 请大家一起来跟我读 第六到第九节 说 我的神啊 我普贵蒙烧 不敢向我神仰臉 因为我的罪业灭顶 我们的罪恶滔天 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 我们的罪恶三重 因我们的罪业 我们和君王祭司 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 杀害努劣 抢脱 念上蒙羞 正如今天的光景 现在 也说我们的神 暂且施恩于我们 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 使我们安稳于丁子 丁罪他的圣所 我们的神 好光照我们的眼目 使我们在受核制之中 守眉福兴 我们是奴博 然而在受核制之中 我们的神仍没有 凋弃我们 在波斯王眼前 向我们施恩 叫我们复兴 能重建我们神的殿 收其毁为之处 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 有长云 在他们的秘牢当中 以色拉将他们的历史 一点一点说出来 提醒他们 因为他们自己的罪恶三重 你看到吗 以色拉将自己 和那些子民列为一切 他是我们的罪恶三重 他真是关为他们 和他们认同 一起来祈祷 因此 我们就被奴 在不同的军王 在列国的手中 被他们杀害努劣被抢脱 恋上蒙羞 直到今天的光景 在差不多150年的历史当中 他们受到巴比伦王 一次而一次 一次而一次的 来努劣他们的人 到巴比伦 差不多150年的历史到现在 到今天 他说我们还在这种光景之中 但是你知不知道 神是恩于我们 在秘鲁当中 神的恩典 刑够 保守我们 闹着那些逃脱的人 怎样呢 安稳于钉子 钉在他的圣索 他所描述的 就是当时 这个游牧民族的时代 在拉起他们的这个帐篷的时候 要把这个帐子拉到旁边 用一个木头来钉在地上 绑住它 因为钉好之后 这个帐篷就可以起立 里面可以住人的 这个是第一步 他说我们已经回到耶路撒冷 神已经帮我们重建这个圣殿 这个是第一步 我们可以复兴 我们可以成长 这样 我们千万不要 到了这个地步 还走回那条路 还走回那条违背神 拜扰上的路 千万不要走回 但教主说 我们是奴博 请你记住 我们是奴博 还有这种的恩典 还有减好的机会 是因为神的恩典 临到我们的三上 我们怎么可以 将这个恩典 濫阳了呢 他提醒他们 我们在神的恩典之中 不要走回那条老的路 第二方面 神的恩典在背叶当中 托着他们 在第十到十五节 他说 我们的神 既是如此 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 就是理直理博人 众先知所吩咐的说 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 因列国之民的污谓和可争的事 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闷了污谓 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 嫁他们的儿子 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 娶他们的女儿 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 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 吃这地的美物 就并遗留这地 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 神啊 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 遭遇到这一切的事 并且你认罚我们 轻于我们的罪所应得的 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 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 行者可争之时 和民结亲呢 若这样行 你岂不向我们发怒 将我们灭绝 以至没有一个圣下逃脱的人吗 以色列的神啊 因你是公义的 我们这圣下的人 除得逃脱 正如今天的光景 看啊 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 因此无人在你面前 站立得住 在他们的背叶当中 神的恩典 仍就表达得很清楚 第十到十二节 直到先知的口 警告他们 不可以和东地人通分 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 娶了他们的女子 成为自己的媳妇 成为自己 儿子的妻子 千万不要这样做 都不可以求他们的平安 求他们的利益 因为神是赐福保护的神 神会保守他们 那你们的所有的物业 就可以一代传一代 一代传一代 因为神的同在 会保护你们 但是可惜 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 他们违背 他们背叶 神给他们的恩典 但是 但是在背叶当中 你看到吗 各位大兄姊妹 第十三节 神的恩典依旧 一 与他们同在 他说 并且 你认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应得的 你知道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吗 这个叫做恩典 大兄姊妹 你认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应得的 我们应该得到 神没有给我们 神减轻了 这个叫做恩典 因此 十四节说 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呢 你留意 岂可再违背 以前违背过了 在秘露的时候违背过了 在背叶的时候 没有听神的犯 已经经历过这个刑法的了 经过神的管教了 不要再来一次了 我们岂可再违背 你的命令 行者可憎之时的闻劫亲呢 这个可憎之时 在《教育圣经》 时时用来描述那些败偶像的人 我们不可以和那些败偶像的人 结亲 成为夫妻 成为一家人 因为一定会在我们陷入 这个败偶像的情况之中 不要重复历史的错误 不要重复过去所做错的事情 第十五节他提醒我们 耶路说以色列的神 你是公义的 我们这圣下的人才得逃脱 正如今天的观景 看来我们在你面前有罪 罪恶 因此没有人在你面前 站立得住 这句话 以色列就是提醒他们 借了他的祈祷 我们得罪神 就是这句话 我们真正是得罪神 神是公义的 大兄姊妹 在他们的背叶 在他们的秘牢之中 神的恩典 仍救难道他们 我就想到一首诗歌 是一个人叫做 Roger Strader 所写的 是一个英文的诗歌 叫做 Why have you chosen me? 为什么你敢选我 这首诗歌就浮出在我的来之中 这首诗歌说 你为什么选择我 从文人当中 成为你的儿女 我一起的罪恶 你都知道 你为什么会 感受到很惊奇 这么伟大的神 竟然会爱我 祂又愿意来祝福我 祂的恩典奇异 祂的怜悯丰盛 我真是承认 我不了解 我不明白 那怎么回应呢? 在父歌的时候他说 神啊 我愿意做祢 要我所做的 我愿意信服祢 我的生命献给你 我为神已活 我愿意与神同行 一日与神同行 我想到这首诗歌 在恩典之中 我们就 甘心情愿的与神同行 以至来提醒他们神的恩典 都希望他们愿意悔改 甘心情愿的 回到神的面前 成为一个神的敬拜者 在第十章 他就开始 将他们带到一个悔改的地步 所以今天我和你的信息 提醒你的信息 就是 信实的神 把恩典施于失信的子民 为了把他们分转 成为忠于神的敬拜者 你看神帮他们重建了圣殿 那如果他们继续 那如果他们继续 将外邦女子为妻 在败 是偶像的事上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没有忠于他们的神 这个圣殿有什么用呢 是一个空的圣殿 因为没有人来敬拜神 神借着以色列 将这个事咬转过来 叫以色列民成为一个忠于神的敬拜者 我今天要和你分享三方面的演用 第一 就是在病毒的疫情当中 神营救托着我们 神用他的信实来托着我们 用神的全能来托着我们 神的保护神的恩典神的爱 继续托着我们来经过这个危机 各位大兄姊妹 以色列民这种的祈祷 是我们不是时时地祈祷的 都不是一定需要时时地祈祷 它是特别的情风 特别的需要祈祷的 我就想 你坐在你的客厅 和你的家人 或者两夫妻 或者一个人 在那边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想问你 如果以色列今天 为我们邀请以色列 特别为我们客徒师第一 为人信信他们祈祷 你说你的祈祷的内容是什么呢 他会怎么祈祷呢 他会为了我们教会 来感恩 来赞美 求神祝福我们 求神保护我们 加添力量 给我们可以成为其他人的祝福 或者 他就好像为以色列民这样的祈祷 是忧伤的 是难过的 是悔改式的 你向神祈求 求主念满我们呢 不要说教会了 下一步 不要看其他人了 看你自己 如果今天 以色列被我们邀请 为你个人来祈祷的话 你想以色列会怎么祈祷呢 他会为了你的个人 在这个疫情当中 危机当中 坚守你的信仰 与神同行 继续的 擅长 敬拜祈祷 进行耶稣基督的教训 成为耶稣基督在危机当中 继续成为他的门徒呢 或者他都是为了你忧伤 为了你担忧 怕你守不住 怕你没办法坚持 怕你没办法持续 你与神同行呢 你想一下 他会怎样为你祈祷 我们经过了这五个月的过程 大家分身在不同的家中 来与神同行 你与神是不是继续忠于你的神 与耶稣基督同行呢 我们的异象成为一个 奉勃 培增门徒的奉勃教会的异象 是不是继续在你的眼前 你对耶稣的遗生 你对福音的遗生 彼此的关怀 我们是不是经过这个神的考验 成为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呢 我真是希望大家记住 在病毒的疫情当中 是神托着我们 第二方面 我要问大家 是什么事令你心中 忧伤痛心 就好像我们所说的 令你心中忧伤痛心的事 是你很关注的事情 你有没有留意到 我们忧伤痛心的事呢 有 是为其他人 为我们的国家 这个国家是灵性退后 道德问题很严重 为我们世俗性的这个文化 离开神越来越远 为了这个物质主义 收费者的主义 为了教会不冷不热 或者那些退后软弱灰心的人 我们为他们忧伤痛心 但是我今天要问的是 你呢 你什么时候为你自己 忧伤痛心 这个是我们所关注的 我们在教会的崇拜之中 慢慢凝聚悔改这个事行 慢慢从我们的崇拜之中消失了 不是特意这样做的 是不知不觉慢慢消失了 好像觉得不重要了 我们很少在崇拜的秩序当中 特别为了我们的罪 为了我们的对不起 对不起神的地方 来忧伤痛心 来凝聚祈祷 我们教会都是这样 都不是说没有 但是越来越少了 大兄姐妹 你知道什么是凝聚悔改吗 凝聚悔改就是 同神说对不起啊 我道歉啊神 我错了了 在我们的悔改凝聚当中 我们向上表达出我们的不足够 我们规决了神的荣誉 我们是发出我们需要神的呼声 神啊我需要你 这种的忧伤痛心 不单是应用在其他人当中 但是更加要记住 你自己都需要忧伤痛心 那最后 我要应用在第三方面 你看到神的恩典 处处彰显在我们周围中 有没有看到啊 或者我们是被整个危机 疫情 病毒的疫情 overwhelm了 沖测在我们的思想当中 我们看不到神的恩典 大兄姐妹今天我要提醒你 就好像以色列在祈祷之中 提醒以色列文 神的恩典依旧 与我们同在 你记住我 神与他的全能 托着万有 托着这个宇宙 继续托着 神设立了婚姻家庭的制度 让我们和家人一起陪伴 经过这个危机 是神所设立的 神在我们周围 创造了很未来的 花草动物树木 在我们周围 这种的真善美 是神所创造的 在我们的忧伤当中 让我们可以缩解了 我们心中的忧门 神继续持下每日生命的需要 生活的需要 基督徒 神的怀疑继续引导我们 神的同志继续安慰我们 神的教会继续把我们拉在一起 成为一个蓬勃的教会 神的恩典处处彰显 你说是不是 我都觉得是 所以当我们经过这个疫情当中 是这些事情帮助我们 可以有力量 来面对每一天的挑战 我鼓励大兄姊妹 自此都留意神的恩典 在我们周围 我们大家祈祷 天父说我们感谢你 在这个危机当中 我们愿意与神同行 求主继续继续保守我们 与我们同在 赐福与我们 给我们有力量 经过这个危机 继续崇拜 继续忠于我们的神 你与神同行 感谢你 奉靠耶稣基督 我们要彼此祝福 我们都邀请在家中 一起来 线上崇拜的大兄姊妹 请大家在你的家中 起立 大家伸出你的手 大家一起来 我带着大家 为他们祝福的祈祷 请大家同心祈祷 神下我们为着 Gary和Cammie 在我们教会 三年的服侍 中心的服侍来感恩 都为着他们 带着很大的信心 带着一个信服 神的呼召的心 要去巴拿马来宣教工作 都献上我们的感恩 我们靠主 跟他们同聚 使用他们 保护他们 使用他们 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 来祝福在巴拿马的 华人教会 居民移民 将福音的种子 灑在这个大地当中 主啊 求你都和Jody同聚 他在六参基的工作 生活 都求着保守他们 我们真是 成为他们的慕会 不断地来支持他们 不断地来为他们祈祷 使他们在外面的服侍 有这个慕会 在后面来支持他们 我们看到 神的心意在他们的身上 我们都愿意与他们同心 一起来行走这个宣教的路 我们这样 感谢 交托 祈祷 奉主耶稣 基督圣明 阿们 我们大家一起来拍手 鼓励他们前面的服侍 好吗 大家拍手 支持他们 感谢神 我们多谢陈世借牧师 把神的说话带给我们 再提醒我们 在这个时候很需要很需要 很真诚的 回到神的面前祈祷 好 我相信在疫症期间里面 我们来在家里 似乎很多事情做不到 但是我相信 每天的灵修 每天的读经亲近神 每天的祷告 为教会 为这个世代祈祷 不单止为自己 为家人 为普世的需要祈祷 是我们今天仍可以 来到福祉神的地方 逢星期三晚上 我们继续有我们教会的祈祷聚会 白黄鼎姊妹 回到网上 跟我们一起祈祷 刚才我们都为 Gary、Kenny、陳怡昌、全道夫妇 来祝福祈祷 虽然因为疫情的缘故 巴拿马还未开放 让外国人入境 但是他们在这个星期开始 都在网上开始来牧养 他们在巴拿马 这个城里的教会 所以请大家继续为他们祈祷 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们 鼓励他们 他们在网上继续服侍 巴拿马的弟兄姊妹 直到疫情有一个好转的时候 他们可以起程去到巴拿马来服侍 我都盼望在日后的时间 主要容许我们教会 派短孙队去到巴拿马 跟他们配搭来服侍 好吗? 很需要你的祈祷 我相信有很多领字会知道 在今早早晨八点钟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开放在教会的停车场 一个户外的崇拜 是英文的崇拜 我们希望今天来到实习之后 可能下个礼拜再来到实习 再改进户外崇拜 以至直播崇拜的情况 所以请大家留意我们给大家的消息 很可能下个星期或者再一个星期 我们都会邀请你回来教会 可以参加户外崇拜 崇拜的广度 我们请给这个重开户外崇拜的安排 继继续来祈祷 好 我们有机会和红十字会 继继续来配搭 来合作 我先提提一下 我们继续这个主要学 来到九月份的时候 还有两个星期 我们九月份开始 头三个星期将会是一个联合的主要学班 我们迟些会将详细的情况 跟大家报告到九月第四个星期 开始分班来上课 我也希望在座的一些年长的顶尾 如果可以的话 在九月第四个星期开始 我们恢复这个长者班的主要学 会继续延续 我们留在家里的居家令 之前刚刚讲完了 启示录十二章 我们由十三章开始继续讲下去 请长者们留意 我们会通知你 帮助你教会上网 一起继续来学习神的说话 好吗? 请你留意 我们希望一会在11点钟 众帝兄姐妹都分别到诸侯班里面 特别有些你没有去到诸侯班 不要紧要的 你现在来上课都可以的 我相信每一班老师的教导 都成为你生命的祝福 请我们一同喜 我一同领受神的赐福 但愿赐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全然成圣 又愿你的灵与魂与身体得蒙保守 至得到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 能够完全 能够无可指责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安慰鼓励 常常与你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主再来 誠心所愿 弟兄姐妹请坐 请一会儿去主学班 学习神的说话 下主日 我们再见面 一同敬拜神 平安